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必须由地区看见中心做好书楼 连贯筒筹整合社区公私营非牟利基督的医疗服务 逗留了大约15分钟之后 特首一行人再去到隔离的息息园中医服务中心 沿路听取民意 最简单要说你们住得舒服 是的 哪里有垃圾你告诉我们 我们也有向区议员反应 有时候地方骯髒我们也有跟他们说 在中医服务中心逗留了大约15分钟 转到去落成不够五年的启传院 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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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和居民聊天 交通电话识可以坐得很方便 只不过地面都可以不高兴 欢迎来 欢迎到黄大仙 之后去到启传商场 我以前在这些崗位当然上来黄大仙 但是现在因为真的事务多了 所以今次来到很开心 他先视察黄大仙康建中心 他去年一月曾经为中心揭幕 应用是救地重游 临近中秋节 李家超又穿上围困 和居民一起做月饼 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将为下个月16日发表 又说听取民意之后 有助制定基层医疗政策 施政报告里面其中我认为经过两年的经验 重点是决定资源的调配 和政策的优先性放在哪里 我高兴看到基层医疗是有成绩 所以这方面当然我会乐意继续在这方面推动 他又说会加大力度增加社区药房 并且陆续将过度胜值的地区康建站 升级去到地区康建中心 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包括中医、社区复康和疫苗接种等等 李家超之后又到茶楼了解民情 有市民希望施政报告 能够有措施为本港重振经济 精神热一流 市侧民情当然不少得一起喝茶 不少市民趁机和特首打卡 每次都来到茶桌 是呀 有市区这一忙 又和多名街坊握手聊天 非常亲民 他都很和外可亲 最近香港经济比较困难 希望它有些实质的措施出来 就可以对香港经济有所给予 可行运移到它 很融洽到我们 可以融入我们市民的生活圈子里面 他们和特首说了几分钟 有什么诉求呢 因为我们做印刷都是工业 我们都转型得很厉害 所以都希望看看政府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的行业 有什么都搞创科 但是创科 那我们这些基层从业园 有什么受惠呢 会不会有再培训那些课程 可以帮到我们的工友 他都很友善 很即时回答我们 如果有相关的课程 你们会不会报读 当然说读 看看他的课程最低年纪 最低的学历和最高的学历 可以放宽些 他都说可以的 欢迎我们李家超特首 李家超之后出席 黄大仙区庆典委员会 举办的千岁宴 和老友的饮茶 又向他们送赠福袋賀中秋 我下来感觉到社区 街坊都觉得有很多地方是最高的 但是我的宗旨 没有最好之后更好 继续有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做的 告诉我们 他参加关爱队很好 都挺辛苦 很关心老人家 和特首一起吃饭的100个长者 本身是参加了 所有黄大仙区庆典委员会 在酒楼举办的千岁宴 李家超就说 好因为长者 比以往更感受到关爱的氛围 无线电视机者曾上圈报道 内地明天起一年三日的中秋假期 有内地游客打算到大湾区 一至两个城市玩 本港有酒店说 会减价一成级客 而港人假如请多两日假 可以自制五日的假期 有旅行社说 内地短线游的报名人数 比平日多了三四成 今年中秋节在9月17日 内地连同调休 有三日年假 由星期日开始放 相比去年中秋节在9月底 连同十一国庆黄金周 有8日长假 游客只能够三四日短线游 大湾区城市成为首选 玩个三四天左右吧 因为我们昨天去看完周介伦演唱会 深圳嘛 我准备去看一下老律师买块表 还要玩两天 准备去澳门玩一下 来一趟嘛 大概我们四个人 大概四五万 有本地酒店餐饮集团说 今年中秋的酒店房价 按年减价一两成 令到出租率提高至九成以上 我宁可就是住满房 低些价钱 让他来到香港 因为他来到香港 还有年大的消费 包括餐饮商场 酒店负责人又说 会因应中秋节 推出更多特别的套餐和菜式 希望吸引更多客人来消费 港人想趁中秋节假期去旅行 可以自制廉价 本港只有星期三一日的假期 若果请星期一和星期二 连周末一起放 可以请两天放五天 部分旅行社说 特别推出的北京和上海賞月团 三个星期之前已经满了 由600人部团 形容出现小羊春 他表示去内地的旅行团 佔公司三成客量 较以前只有一成有大幅增加 日后会增加资源发展内地团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连锁健身中心书息宝宣布结业 行政长官李佳超说 商经局会审视是否重新研究 就预缴式消费立法设冷静期 截至今晚6点 消费会接获3861宗投诉 涉及金额达到1.2953万 连锁健身中心书息宝宣布 全线结业已经一星期 年日来大规消费者分别向消委会求助 其中消委会接获最高金额的一宗 达到181万 签订的预缴式合约 13年之后才生效 政府2019年曾经就住 预缴式合约设法订冷静期做公众咨询 但当时因为社会和经济情况等各自 行政长官李佳超说 商经局会审视是否合适的时机 重提相关法案 商经局也审视 当时现在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一样 还是有任何的差异 我们当然要看看 现在我们社会整体的经济状况是怎样 社会的景气和整体 我们看看发展会是向着什么方向走 除了顾客受影响 书息宝700多个员工也被欠伸 工联会形容 书息宝欠伸是近年最大的劳资九分个案 至今收到超过400宗的求助 已经处理超过100宗的欠伸 估计连同遣散费和代通资金等 涉款超过1500万 近日舒适宝湾制分店改名重开 工联会提醒顾客和教练都要小心 希望政府告诉我们 究竟健康是谁 是否一个真的完全和 physical 无关的人 新的如果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会容许 physical 一方面没有钱出粮 但另一方面 竟然有个新公司出来交租 那钱是去了哪里呢 工联会有估计有近百个员工 仍然未去到劳工处申索 呼吁尽快处理 武仙兹记者 刘伯德 竟然不学习 刘优优独播